也是美国民主党顾问 是富有影响力的亚决商会的创始主席 硅谷创业讲坛这一讲呢 是由朱伟仁先生为我们大家所讲的 如何组建梦幻团队 那每个人都希望呢 自己有一个好的团队 那么这团队好的团队要怎么形容呢 就是梦幻团队像梦幻一样 那么朱伟仁先生呢 在这一讲里面分了五个标题 那么这五个呢 第一个是为什么创业呢 需要的是一个团队而不是个人 第二讲呢 讲的是梦幻团队是不是像梅一样 那么第三讲呢 讲的是组建梦幻团队呢 需要注意哪一些的原则 第四讲呢 讲的就是梦幻团队的成员呢 需要具备哪一些基本的素质 那么第五讲呢 讲的就是这个梦幻团队 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朱伟仁先生主讲的 如何组建梦幻团队的第三讲 组建梦幻团队呢 需要注意哪一些原则 我想这个有这个团队这个原则是 我想最重要最重要一点的就是说 这个团队啊要互相尊敬 互相信任 假如说是这个团队是互相猜疑的时候啊 事情很难很难走 就算你互相这个信任的时候啊 我想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能够透彻的这个沟通 而且常常的沟通 因为呢 这个世界是这个创业的这个路程很长 而且是千变万化的 而且天天都有调整 天天有新的发展 这个有外在的发展 有内在的 外面的发展 跟你边 它有些时候 你有这个技术上面突破 有时候你的做事情时间 这个 这个任务没有达到 大家 或许大家想到有个好的好的这个一年 或者呢 发现有很大的缺点 假如你不常常的沟通啊 往往就是一个 这个把商机也错过了 有时候把一个危机 在小的时候没有去解决 越弄越大的时候都来不及了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在这个团队的本身的原则是什么呢 假如说你不是能够愿意来接受新的这个概念 愿意虚心的来去学习 虚心的听别人的劝告来改进自己呢 我想这个也是很难的 还有一个情形就是说 可能是个性的一个问题 可能也是自己骄傲的问题 或者有时候是这个 有时候心虚的一个问题 往往啊 不能包容 大家 所以团队的时候呢 就是说 因为我个性的问题 跟他个性问题 我要比他大 他要比我大 我不能包容他 他不能包容我 这也是个团队这个组合的很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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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点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 就是说 大家这个气量要大 大家互相包容的时候啊 就大家越是容易合作 所以这个团队呢 这个组合上面的这个原则 就是说 大家要喜欢大家 这样的话呢 在创业的期间呢 就是 就算这个很辛苦 大家心里边还是可以愉快的这个工作 我想这个 就是说 把这个创业啊 当成一个 就是说一个非常就是有挑战 而且呢 能够大家合作的非常愉快的一个地点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你对大家的 对自己 我想的这个期望值的一个问题啊 是对自己的要求要高一点 但对人家的要求要低一点 还有一个我就是说 这个做任何事情啊 都是为别人着想 假如说你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呢 有时候是 往往是两条路的 别人知道你 你是为他着想 他也会为你着想 这样的一个团队呢 才是一个是能赢的一个团队 谢谢朱先生对我们做一个演讲 刚才朱先生讲到这个 好的团队有不同的专业的复补的问题 但我假如我是一个技术性的人才 我怎么知道我的团队的成员是一个好的那个市场人才 或者别的那种不同专业的人才 有什么好的方法去衡量这些特色特点 我想这个问题就讲到你创业必定有一个启发点 假如说个启发点是本身就是有 有些呢就有很大的意愿想要创业 因为他能够看到一个市场或者看到一个技术 那么呢启发点 那么呢很多时候呢 这个专业的人才呢 他自己是认为心里面 就是说我其他的我没碰上 所以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成功 或者是别人能不能接受我 这个是往往这个是很难讲的 我们现在讲这个 这个一个情形是你个人对自己的信心的一个问题 因为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几个公司 很大的公司 这个创专业人呢 连这个书都没念大学都没念完 工作也没工作过 经理呢 他也没有开始过 但是呢就是说 就是有一股自信心 就是去创 那我刚刚所讲的 就是苹果的 乔沃斯 这个Microsoft 这个Bill Gates Facebook 这个Zekkenberg 他们都是 这个大学一年级 二年级 他就 开始创业了 连任何公司的 公司的经验都没有 但是他们也创到了几乎最大的公司 所以有时候呢就是说 只要有一股日心理去做 往往是能够做成的 但是你只要仔细在看 他们这几个公司 其实他这个公司 是有团队的 因为呢 Steve Jobs 他开始时候 他这个投资者 已经配了相当好的人 Rigius McKenna 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做市场推销的人 很早就在里面了 Arthur Rock 在Apple里面 也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 还加上相当有多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 这个 比方 Apple的时候 他这个没有程序的时候呢 有John Scully把程序做出来 Microsoft 也是一样 这个Facebook也是一样 都是 除了他这个 这个技术方面 或者是 一个 一个概念的人 他技术很好 但是呢 总是有人去配搭他们 我刚刚所讲的是什么呢 刚刚所讲的是 都是技术的人员 来成立公司 去找帮忙 但也有呢 是 这个 能够组合团队的人 他去找技术的人员 所以你刚所讲的 是两方面 一个他们是把你拉进来 一个呢 你把自己推进去 这两者都可能的 而且呢 这个 特别是在科技上面 科技人员 非常短缺 好的科技人员 真的很短缺 所以呢 这个 特别是科技方面的 这个 这个创业 其实科技人员是最要紧的 假如你的技术不出来 你的产品不出来 你有最好的 这个 专业管理人 有最好的 财务管理人 最好的市场 推销员 他没有 产品推销 这个没有一个 比人家好的技术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 往往呢 这个技术人员 其实在 创业上面 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一个 重要的环节 当然我刚刚也讲过 有些行业是特别需要的 技术人员 所以呢 就是说 你本身是对自己 技术有信心 也觉得自己 很有学习能力 我想啊 这个 你是一个非常 这种人才是 在市场上非常缺少 而且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所以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